那么什么叫做资金管理的分批进程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所有的做交易的方法 那么我们都说是这个技术面做交易的方法 技术面做交易的方法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纯粹使用资金管理做交易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不是接触过 那么这个纯粹使用资金管理做交易是什么概念呢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不需要分析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比如说我们以做股票为例 那么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以做股票为例 那么我们以做股票为例的话 那么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析 就是说我看一下这只股票呢 它的这个最简单的技术面怎么样 比如说它近几年是不是盈利的 它的盈利是不是还可以 就是说我就把ST的去掉 把高适应率的还有亏损的去掉 然后剩下的就都可以做了 那肯定还能够剩下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做我们怎么样做呢 我们这样去做 我先写一下 然后再解释 然后再解释 那么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资金管理交易的一种模式 就是假如说我们有100万资金 然后呢我们分成两份 然后价格下跌50% 比如说他从40块下跌到了20块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进场 进场我们进多少呢 进一份 也就是我们进20万 进20万 然后呢每下跌20%我们进一份 直至全部进场 就是20元的时候 我进了20万 然后呢从20块下跌20% 那是多少呢 这个16 然后到16呢 我再进20万 然后16下跌20%是多少呢 13块8 我到13块8 我再进20万 然后每往后下跌20% 我就进20万 每下跌20%我就进20万 直到我进了5次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全部进场了 那么全部进场之后 我就等了 怎么等 等什么呢 三倍出货 比如说我20进的那个呢 我等40出货 我16进的那个呢 我等32出货 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资金管理的一种做单的方法 那么这种做单的交易 就是说这种交易的方式呢 是可以盈利的 是可以盈利的 为什么可以盈利的呢 那么我们到后面详细的说 它盈利的一些针对的对象 那么这种方法呢 如果我们严格执行的话 它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这就属于是资金管理的分批进场 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按照资金管理的方式去做交易 我们不因为一些小道消息 不因为一些这个分析师的一些意见 而改变自己的观念 我们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是可以的 就说我们的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做的 那你说这个资金管理的这种交易方式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也有 就这是一种分批进场的资金管理方式 也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波段交易的这种资金管理的方式 那么我给大家写一下 大家做一个参考 大 Chamber 的 那么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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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资金管理做交易的方式呢 它不是针对分批进场的 它是针对波段交易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坐过山车 是我们做交易里面经常遇到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 假如说一只股票从10块钱涨到15块钱 然后又跌回10块 我们称之为呢 是叫做过山车 因为你是有了50%的利润 然后呢 又全跌回来了 就等于跟没玩一样 那这种方式呢 就能够让我们规避这种过山车的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们有一百万的资金 然后呢 我们分成两份 进场一份 空仓一份 也就是说 我们手里面持有50万的股票和50万的货币 然后呢 股票从10块钱涨到了15块钱 我们它涨了多少呢 涨了5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利润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把那种25万的利润出来 为什么我们只出利润呢 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股票接着涨 你还是接着赚的 它再涨50% 你再出25万 对吧 就是它再涨 你还接着赚 但是它回头了之后呢 你的亏损会降低 也就是说 我们出了25万之后呢 我们持有货币是持有50万 持有股票持有50万 持有货币75万 然后呢 价格下跌 又跌回到10块钱了 跌回到10块钱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从15到10块 我们亏了多少呢 亏了三分之一 那股票市值还有多少呢 还有50万乘以三分之二 也就是33.3万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持有股票33.3万 持有货币75万 然后呢 就是股票那一块呢 有一个16.7万的亏空 然后我们把这16.7万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呢 现在我们股票还有多少钱呢 还有50万 货币有多少呢 有58.3万 也就是虽然我们的股票从10块到了15 又回到了10块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盈利了8.3万元人民币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资金管理的方式 这是一种针对波段交易的资金管理的方式 那么这个例子呢 它跟分批进场是没有关系的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资金管理 它可以独立的作为一种交易的方法 我们不用去管其他的 只用资金管理 也说资金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但这个呢 这个我们也不说太多了 就是说针对这种资金管理分批进场的方法 我们说它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它有一些条件的限制 有哪些条件的限制呢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它适用的市场 它适用什么样的市场 它适用两个条件下的市场 它适用两个市场呢 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历史上看是单向的 或者说我们准确的说历史眼光看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 那么它是单向的 什么叫做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呢 就是说它从有这个市场到现在 整体上它是往上在走的 比如说股票是这样的 比如说黄金是这样的 外汇不是的 外汇不是的 外汇它是呈现出来一个大的一个区间 它不是的 商品也不是的 原油铜 它们也不是的 股票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上面举例子 我不举外汇的例子 我举股票的例子呀 因为外汇不适合 股票适合 因为外汇是区间的 股票呢 从历史上来看 就是以历史的眼光 以大的视野去看的话 股票是单向的 它是一直在涨的 尽管中间有一些大幅的回调 有这个回调50%的 有回调70%的 尽管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股票 还是从100点到现在到了3000点 就整体上历史性来看的话 它是向上的 而且那个6000点的那个高点 它是必然要越过去的 1万点是只是时间问题 是什么时候会到的问题 不是说会不会到的问题 但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但是它会一直涨上去的 你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股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次金融危机 我们都知道暴跌 二战那一次我们也都知道 也是暴跌 但是呢 最终都涨回来了 所以说从历史的眼光去看 从大的视野上来说 股票它是一直是在往上走的 黄金也是的 黄金也曾经有过大幅度的回调 但是黄金从历史上来看也是一直向上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求 它必须是单向的 我们想如果说它不是单向的 对于我们那个一百万资金 我们分五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亏损亏得特别厉害 我们撑不住 然后呢 它也回不来 它也回不来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像什么呢 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四川长虹 我们在64的时候进去了 在64的时候 我们等它跌一半到32的时候 32我们进了一份 然后每乡下跌20% 我们进一份 那32跌20%跌了多少呢 跌了6块钱 32减6块26 26我们又进去一份 26再往下跌20% 那就是跌了将近有5块钱吧 21我们又进去一份 现在都进去三份了 21再往下跌20% 就将近跌4块钱 这个17的时候 我们又进去一份 三份 17再往下跌 将近三块 14我们又进去一份 14再往下跌到11 我们又进去一份 就是五份 我们从32进到了11 从32到11 我们把五份全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说翻倍出货 那那我们这五笔单子 我们现在依然还在里边 什么时候能够出货呢 那那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所以说呢 就是要求他历史的眼光 看是单向的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进去之后 我们永远是出得来的 我们是能够翻倍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 很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他必须是 像股票一样 你买进之后 他肯定是涨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你就等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允许大亏 当然我们已经跌了50% 我们才进的 然后每下跌20% 我们我们进一份 等我们进完了 他可能都跌了百分之七八十了 就这个时候呢 他也有可能还继续往下跌 他有可能跌90% 但是呢 我们说他跌 我无所谓 我等 也会说什么呢 我不会有爆仓的危险 我不会说爆仓了 把我的仓爆掉了 然后又回来了 这个危险我没有 所以我们说黄金也不合适 黄金也是有保证金的 也是有可能爆仓的 当然你说我不使用保证金 或者说我的实际保证金比例 我控制在1比2 1比3 这个时候也允许 也可以 那对于股票来说 你跌多少都无所谓 只要他不退市 我只要能等得回来 我等就是了 对吧 所以他适用的市场就是 第一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 是单向的 比如说像股票跟黄金 一直是在往上走的 第二个呢 他允许大亏 他不会出现爆仓的情况 只要价格能回来 只要你真的耐心的等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翻倍获利出来 所以他适用这样的市场 那么他适用的人群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没有时间的 没有专业知识的 那么我们又没有专业的知识 我也没有时间看盘 然后呢 这个市场也是合适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资金管理的方式 去做交易 那么既可以按照我们后面所说的 这种波段性的资金管理方式 也可以使用这种资金管理 分批进场的方式 这样呢 很简单 而且他肯定是可以获利的 所以呢 这种方法 我们对于他的态度就是 我们是允许的 我们也是鼓励的 我认为 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 做股票 你与其听电视上的那些人的 与其这个听小的消息 不如使用这种资金管理的方式进场 不如使用这种方法再做交易 只要你坚定信念去做 你肯定是可以引力的 所以说 我们对于他的态度就是 可以用 而且鼓励 那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去用 那么这样呢 就说到最后一种 分批进场的方式 我们称之为 专业化分批进场的方式 就是 真正适合 专业做投资的人 去用的资金管理的方式 分批进场的方式 我们下期待